迎接農曆新年 美国首府华盛顿的桥界组织 特别在市中心中国城举办春节游行 热闹庆新年 游行队伍中除了五龙武师 三太子功夫表演等台湾传统文化元素外 美国游行常见的嘉力车队和乐队表演 也来共襄胜举 驻美代表高硕泰和华府特区市长 带领队伍展开游行 现场许多民众挥舞着中华民国和美国国旗 气氛十分热络 今年春节遇到武汉肺炎疫情 从中国往全球蔓延 台美共同防疫没有因为春节而休息 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 我们从无间断跟美方的政府相关的单位 都保持非常密切的讯息的交流 我想我们跟美方之间有直接的管道 这部分因为是属于一些专家的技术的层面 可是可以确保是说 大家对于怎么样共同防疫 那么不要让这个疫情扩大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召开武汉肺炎专家会议时 排除台湾 高硕泰认为台湾有确诊病例 却被唯一排除在外 对维护台湾2300万人健康非常不公平 参与国际社会 包括世卫 我想WHA WHO 以及相关的技术性的会议 这都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 我们也感谢美方 以及很多理念相近的国家 在这方面希望促成台湾 不要成为全世界防疫的唯一的缺口 那么这方面的诉求 我们从来都继续在表达 高硕泰指出驻日内瓦办事处人员 持续透过必要管道 希望从世卫组织方面取得相关资讯 也希望国际社会清楚了解 台湾的专业素养也可以回馈国际社会